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台办透过中国官方媒体新华谎正式定调 将遵守香港协议 只要在奥运广场内都会称中华台北队 至于不在协议范围内的大陆媒体 可以不必比照办理 消息传来总统府正面解读 我们的角度来讲 我们是希望奥运能够顺利成功 那我们也希望说 双方都能够充分的展现善意 那在这些问题上会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不方解读的善意 陆委会看来却是遗憾 没有想要在这个奥运 这个以外的一些相关活动 以及媒体上来比照处理 那我想我们的这个看法 跟台湾朝野各界的这个感受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 是有些难以理解跟有些遗憾 而行政院也再次表达 中华台北的鉴定立场 在我们参加奥运活动期间 不论我们是奥运的组织 或者是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名称就是中华台北 而体委会更不惜退赛表台 如果说他是用中国台北的话 在赛会当中我们当然是会退赛 拉高翻倍表示 中华台北原则是绝对不能退让 不与中国能够珍惜两岸的互动气氛 避免因为政治因素 让单纯的体育赛事变掉 记者综合报导 看起来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政府 都免不了碰到所谓正名的难题 台北县最近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知道台北县已经升格为准直辖市 但是县议会日前又决议 要求县政府拿掉准这个字 向中央提案升格为正式的直辖市 到时候台北县就不再叫做台北县 要换个名字了 县政府不排除要公开争名 而目前包括了新台北市或者大台北市 都各有民众支持 台北县抢着升格直辖市 为了要和台北市做区隔 连县民都觉得干脆改个名字更直接 从到台北市到新北市 甚至由于台北县靠海 北海市也有人支持 县政府也不排除公开证明 此外由于准直辖市身份 让台北县地位不上不下很尴尬 现在县议会53位议员联合决议 干脆要县政府将准直辖市的准字拿掉 升格案在县议会审议后 就能送行政院同意 我们现在准直辖市最大的差别 这个县长他不能参加行政宴会 所以说中央对我们台北县 他还是以县级的来看待 并不是以直辖市的来看待 位阶都跟高雄台北市都会一样 但是目前因为有加一个准 所以才会三不像 甚至四不像甚至五不像 而由于台北县从去年10月改制以来 虽然有准直辖市的名称 却没有得到与直辖市一样的公平对待 像是统筹分配款一言再言 让北县财政人力和建设都受到影响 财源的问题 以及所有过去一些权责的问题 到目前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说 跟中央的部会在这个部分的协商 还有一些障碍 还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由于准直辖市要正式变成直辖市 还涉及乡镇市机关废除和行政区宠划的问题 反锁费时不简单 加上行政院目前态度保留 真正要升格成功 被现负研判 恐怕得等到明年底 县市长选举过后才有机会 借理小博 庄志诚 台北报道